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OK 我們這一集的話就是來介紹 就是做我們的百合科 百合科裡面還有一種叫蛇子捲 也有一種叫是硬葉的 這兩個品種這些的話就是說 我們的魯迪 還有我們的象牙塔黃斑 在我們講之前 重點就是說我這個影片 希望大家就是有看到的 大家開始做一個步驟 就是說我影片左下方會有一個讚 按按你的喜歡 請大家按一個喜歡 我們再來繼續說下去 OK 好 接下來就是說我們這些百合科 我們種到一段時間之後 它會越來越大 越來越大之後它就會開始群伸 會有牙 牙之後開始長的時候 然後頸斑其實就是在一個非常不穩定的因素 不穩定 不穩定因素就是說 大家長出來的牙有時候可能是很黃 很綠 還原 或者是說極上斑 或者是說陰陽斑 都會有不一樣的形狀 但是就是說它的母豬 大部分都會有很穩定的成長 所以就是說 就看它的側牙表現 這樣子 然後我們現在這一集的話 我就是做一個就是說 我們把它就是拆牙 換牌的動作 然後我就開始拆 怎麼樣下去拆 這樣子 OK OK 那我現在第一個我就先來拆我的乳笛 先拆我的乳笛 好 現在超多可能 然後我現在先來拆這一盤 OK 一樣我們就是說中滿之後對不對 一樣我們就是說拆盆的時候 我就壓一壓 輕壓盆的周邊 拉起來之後對不對 接下來 你會看到它滿滿的根系 很棒嗎 對不對 那就是說 重點 因為我們又要重新種 所以這些根系都是 多餘的 好 就沒有什麼太重要 好 就是簡單輕輕 那接下來我們就是開始去 把它的牙一個一個一個 好 盡量讓它帶根 因為你接著帶根 現在中下去會比較 OK OK 穩定 好 然後你看我們就是繼續拆 一樣就是說 它下方這邊 都會有一個卡點 把它摘下來 你會聽到 一撐 就非常清脆 有時候會有帶根 有時候就是說 它可能拉出來 你沒有辦法帶根沒關係 盡量不要就是說 你把它拆到怎麼就是解散 有時候就是說 它們會在這個牙 溢牙 就是說葉子的中間 長出這個牙 可是你看到它大小已經OK了 沒關係 你一樣是可以把它摘下來 它們一樣就是說 你摘下來 還是可以發根的 好 好 你摘下來差不多之後 就在穩 就是說這些根對不對 有些多餘的根 你要把它清除 都可以把它清除 輸根都可以 或者是直接用拉的也可以 用剪的也可以 就是說 快速一點 拉一拉即可 OK 拉完之後就留一些根 你接下來就會回去種植了 OK 好 這邊第一顆解決了 來我們現在第二顆 我們這一集齁 就把它全部都交完 齁 那你會覺得就是說 整個拆牌 你怎麼就是很會拆 然後你看 我們剛剛有說過 就是說它這個 有時候我們的牙對不對 會很黃 都會有 很黃的話 對不對 所以你就下來就要看它身上有沒有帶那個 葉綠樹 綠色的斑在上面 如果都沒有 其實是說你摘一下這個牙對不對 你會發現它有根 可是說 它正常你把它拿去種植之後 那其實不可能 大部分都不會活 但是你也留著 你就不是 種在其他棵旁邊 當做一個裝飾 也可以 因為你就記得就是說 真的菌斑太多 它身上沒有葉綠樹的話 它其實是活不了的 好 OK 那我們現在下一顆 幾樣繼續拔 那我們這顆緊拔的基因其實很好 它帶出來牙 都非常的漂亮 OK 把它拉出來 很漂亮 OK 那一樣 都要做一個蘇根的動作 拉一拉 分析都拉一拉 OK 拉完之後 OK 換下一個 換這一顆 超級滿盆 好 那一樣 再拉 把它拉起來 這顆種很久了 滿根 你看 好 那接下來就是一樣 梳土 把土 梳梳 好 梳完之後 對不對 有時候你可能會覺得很難搬 那你就找一個空隙 把這些根系 有些根系 你可以把它拉斷的 就把它拉斷 把它舒展開來 你接下來搬牙的時候就會比較順了 那你就找到一個空隙 好 找到了 我們找到一個空隙了 我們接下來要搬牙了 好 找一顆 然後你就開始往 拆著下緣 開始搬 其實搬 拆牙都是 經驗所累積 對 OK 然後開始拆牙 拆牙就是在 你就從旁邊這樣子拉 只要有些人會拿工具放 對不對 其實說你們習慣 就是大部分都不用工具 你看拉下來 做完整的一顆 就比較不會斷掉 OK 阿一樣 這樣子 挖了一個空隙之後 旁邊 旁邊都是 接下來就很多空隙了 你就可以照順序 一個一個一個 把它拆下來 而且這樣子 都是可以有帶根的 好 下一個 超多顆 那我都是拆到剩下 只有母豬 這樣子 牛母豬下來 讓牠可能就是 我們就是讓牠再繼續長牙 這樣子 好 你看 我們的母豬 就是 我們在講 母豬的基因會比較穩定 然後我們接下來就是 一直拆牠的牙 拆完了 下一個 拖盆 繼續 你看 這一集就是 一直拆牙 好 接下來 你看 這邊我們在講 就是說很黃 然後但是說 這邊有 葉綠樹 有基因在 那就OK 就沒有關係 這樣子 它就可以再發根 然後像 就是這一顆 完全它底下也沒有 完全沒有葉綠樹 所以這種的話就 正常你可能 沒有帶根的話 你把它種下去之後 它其實也 過個一個月左右 它其實就 慢慢就 枯萎掉了 它也不容易活 這樣子 所以正常的話 你就是 大部分都把它丟掉了 所以你在外面買到 全黃的 那種 就是這種 這種硬葉啊 可能有時候 它會活一陣子 可是說 過完一陣子之後 就是說 它葉綠樹不足的時候 它其實就是 自己會 燒掉乾掉了 好 下一個 下一個就直接先拿 這個 我們的象牙塔 黃斑 我們來 拆牙 象牙塔 黃斑其實 它的基因 其實來講 還蠻穩定的 只是說 有時候 參差不起來 然後當然它的 白斑 更不穩定 它的白斑 是最不穩定的 可是黃斑的話 我就覺得還好 你看到有些是 全黃的 一樣 全黃的一樣 就是把它拆下來 一樣放旁邊 因為正常應該 也都是不好 大根的 還有你看就是 有還原的 全綠色的 都會有 那一樣 我就是先把這些牙 平均全部都這樣拆下來 好 那我們接下來 再繼續拆我們的牙 OK 那我們拆完之後 對不對 我們就把這些 都放旁邊 OK 那我們再繼續拆 把我們的 大顆母豬 魯迪 有時候我們這樣子拆 就是 會不好拆的原因 就是說 它的土 有時候太過硬 所以你一定要做鬆土 或者是說 你可以用去把它 先泡在水裡 把它 把它根系 跟土 分離掉 你在拆的時候 會更好拆 這樣子 那我是拆的很習慣 所以就是說 我們就算把它拆下來 有根沒根 的話對不對 我們還是 經驗夠 它其實還是都是可以發根的 是沒有關係的 OK 現在我們讓我繼續拆 一樣 先拆旁邊 把旁邊的都摘下來 整排都把它摘下來 對 這樣速度才會更快 OK 那我們拆完之後 一樣梳根 好梳完 看我旁邊 那我剛剛拆是直接 拆一整層下來 所以就是說 接下來我們就是要去拆 它有沒有 葉綠樹還是等等之類的 把它分開 剛好這個旁邊都是 都是帶黃色的 沒有葉綠樹 那這個就不要再拆了 那像這種 這種都帶葉綠樹把它拔掉 像這個很像它底下這個又有個 完全都是還原的 那這個就是拔掉 那到時這一個就是 我們就不要了 這樣子 好 你看 這很簡單 我們就是說 一樣 我們植物就是說 這樣拿起來 拔起來 拔起來 其實拆盆 拆牙都很簡單 我們拆完之後對不對 這些東西就是 一一再回去入盆 即可 都很簡單 所以就是說 我們不會都可以照著做 這樣子 這樣子 慢慢種就可以去了 就很簡單 不困難 所以就是說 一定要自己有手做 實際操作的經驗 你才會 有所提升 不是就是說 老闆做影片 你在那邊看 看完 OK 沒有 你要就是說 你有個蜘蛛 或者是別種蜘蛛 都可以就是說 你就拿來拆盤 一起就是說 參與的動作 你有實際操作過 其實 這些蜘蛛 你接下來 有拆過 有拆牙 其他蜘蛛 也都會這樣子 以此類推 慢慢下去做 這樣子 這樣看影片 才有 那個 意義存在 不是就是看 看開心啦 千萬不要看開心 要自己有手做過一次 實際參與過 這樣子 這樣子 才會 很有經驗 才會更會重 這樣子 OK 那記得就是說 有看老闆的影片的話 把 左下角那個 讚 按讚 按喜歡 因為這樣子 你按下去之後 才會有更多人看老闆的影片 這是最重要的 或者是你要分享給你朋友 他們一起看 都可以 OK 我們坐到這邊 謝謝大家 我 stopping 說吧 你